大家好 我是安哥仲 与大家分享这个烈火战机 烈火战机的完结篇吧 试完了几天之后 发现到这个游戏的确是可以玩下去 只是真的是耐心要比之前还要大 所以每天要做的东西大概就是这样子咯 就完成所要完成的任务 拿到这个宝箱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式各样的任务要我们去拿 拿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相对应的宝箱 然后就是这样子每天重复的 如果是无刻的话 当然我们就是这样子做 只是无刻在这边呢 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在于区别的这个宝石 因为像我之前有说过 它的宝石有分为这个有偿和无偿的 OK 有偿 有偿和免费的 所以有些东西 在这里最大的区别就是当你是用钱 就是你用真的RM OK 来买的这个宝石呢 它的这个功用 是比你在每一天完成所有的任务 拿到了这个 拿到这个宝石有更多的这个利用价值 或者是使用价值 甚至它每一天给你的这个免费一抽 或者是丢一些宝石 甚至是零元回馈 什么叫零元回馈 就是你买了宝石 你抽了过后 OK 你抽了过后呢 它会把这个宝石还给你 简单来说 它就是要这个要你科金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 大家要明白一点 就是 OK 所有的游戏 它都是经营嘛 经营就是需要钱 所以呢 这些 当然我们就不能说 它这个游戏是什么 什么科长游戏大科长 当然就是要有这些人 就是要有科长 我们才有游戏玩 所以呢 这个游戏我玩了这么多天 之后呢 的唯一的感触就是 如果你要追 你用无科的话 你可能要花上更长的一段时间 因为你的这个 抽卡的时间 或者是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 储存的 这个 钻石的时间 与人家不一样 而且 你储存的这个钻石 不能等于 人家用这个现金购买的这个钻石 所以经过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如果 你要玩下去 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说 给你的这个任务 会比人家 你会辛苦很多 然后你也 当然 可能后期的话 OK 我可能可以说 我后期可能会拿到了这个 有偿的钻石 OK 可能有 因为我现在玩到这里 我就决定不再玩下去了 毕竟 对我来说 我是一个标 标准准的无课玩家 可能 等到以后 OK 我真的是有足够的这个金钱的时候 我真的是也希望变成一个有课的玩家 OK 像这里我给大家看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招募 OK 我们普通 刚才看的那个超 超合金 或者是超白金 基本上就是有给有长的钻石才能够抽的 所以他这边一下子就区别了这个有课玩家和无课玩家的这个大分解 但这个对客长来说是好的 就是说 避免像我们这种免费的 OK 可以达到他们的那个水准 这就是好和不好 就看你自己啦 OK 看你自己的这一个 这一个看法 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OK 谢谢大家有什么想要测我测试的游戏的话 也欢迎对我留言 如果我做的不好的请大家多多包涵 OK 好 这样子再见 拜拜 这里 一 ridic 姐夫 冉萄 蠢 我gesc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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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員が戦になれ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 英雄っていうのは移ろいやすいわね でもお酒はいつでも同じよ 英雄っていうのは移ろいやすいわね 英雄っていうのは移ろいやすいわね